接著來關注中國大陸的消息 過去幾個月 中共旗下的共青團組織 多次引發了尖銳話題 8月2號 中共官媒報導 中共已經發布了文件將改革共青團 共青團的權力事實上被削減 中共中辦近日引發了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 宣布將減少共青團中央的機關行政編制 同時 兼職的共青團官員不一定再給行政級別 外界解析 共青團的政治勢力被削弱 今年5月 大陸31個省市的負責人中 曾有共青團工作經歷的有20個 到7月份 其中3人突然被顯置 兩人更被爆出和令計劃關係密切 而令計劃也有共青團的背景 外界觀察 他調任中辦主任後 可能有意拉攏同樣有共青團履歷的官員 試圖組成權力聯盟 已經感到警覺了 共青團被中共界定為所謂的群眾團體 而群眾團體由負責黨務的劉雲山主管 劉雲山被視為江澤民安插在政治局常委的關鍵任務 2015年9月 共青團和地產大亨任志強爭論 指責任志強反黨 隨後共青團又和宣傳領域配合 影射任志強的背後有王岐山支持 2016年台灣換屆前 北京保持克制 共青團則組織大量的人力翻牆攻擊蔡英文的臉書 今年7月 南海事件後 北京呼籲兩岸共同解決南海問題 共青團則猛烈攻擊台灣藝人代曆人 共青團成立目的是向14到28歲的青春 散佈中共的意識形態 今年外界發現 共青團中央的預算是由公共財政買單 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就質疑 共青團不是政府組織 不應該由財政預算供養 如今共青團改革方案出爐 有大陸網民就呼籲 應該徹底取消共青團 新唐人記者林瀾 紐約報導